满满人潮聚集在宜兰传艺中心外头 还没到开放时间就已经大排长龙 高五连假来到第二天 许多民众带着一家大小来到这里游玩 开心过节 带小朋友来这边玩一些 他们没有玩过古早的美食跟那个零食这样子 为了因应高五节 宜兰传艺中心在里头街区布置了昌浦艾草树 但是首次推出了龙舟三铁区卫竞赛活动 展现传统习俗风情 你知道他们这次端午节有在里面举办端午节特色活动 更期待小铁区 会会会 另一边巨大的热气球点燃火势 准备要载上游客飞到空中去探险 民众一个比一个还要早起 前来东山火车站前排队抢搭热气球 两点多的时候就起来准备 所以几点到这里的 我们大概是三点半多 四点到这里 会不会觉得很累 不会啦 就体验啦 小孩子体验啦 不过其实这次宜兰端午的游客量 并不如想象中来得多 第一天交通量甚至只剩下去年的三成 像会在东山老街的知名马属店 也不像之前一开店就涌现排队人潮 可能连假大家都想睡到宝 宜兰东山老街这里车流量少 也几乎没有游客 没感觉的 好像排起来玩起来都很休闲 跟平日一样 除了清水地热公园有人潮 毕竟接下来到六月底会暂时关闭 进行设施改善工程 但今年端午廉价 到东部的游客数量减少 国的五号苏花路廊大致顺畅 车流量比起去年同期少了大约七成 各大景区和往年相比较为冷清 只希望宜花东观光能尽快回温 东西文代志坚王国林 林和荣在宜兰报导 都没有任何谈到 是